大家好,我是周医生 今天我讲座的主题是 《冬天话进步》系列讲座的第11讲 小懒觉睡出大道理 对于你能依据 主文很讲究多细时间与十年相依 时下正值冬季 红帝内地上说 冬三月早卧晚起 一带二处 去寒旧暖 无血皮肤 是冬日养肠之道 大义是说 冬天可以早睡晚起 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后再起床 有助保持温热的身体和人体的阳气 也不要让皮肤出汗太多 造成阳气的外泄 这才符合大展冬季养肠的大道理 我们不能看出 人类在冬天的这些活动特点和规律 和大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 懒觉睡得有你 现代生活中 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 工作茫茫月月 皮肥分布 人类可能还得必须睡大展美理 才能达到天一合一的目的 为来年春天乃至全年 今年是储藏更多的能量 因此时当的睡懒觉也是睡这一规律的一种方式 有一些上半周 上天就没睡好觉 晚上又加班加点 早已一遍不堪 也就等着早上这个懒觉来补助 这个懒觉睡得恶情 还有一些退休老人 每天悠闲自在无所事事 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 懒觉睡到必带阳光 这个懒觉睡得很自然 也有一些夜猫子 晚上干活时间不长 却也太辛苦 回来倒头便睡 一个懒觉醒来 太阳早已照到屁股上 这个懒觉睡得合理 此外还有一些人 也不是说他们不想或者不喜欢睡懒觉 只是他们为了达到某种要求和目标 不停地强迫自己 拼命地工作和学习 有个学生为了考研 就将闹钟定到早晨5点 强迫自己找起学历 有一天闹钟投完室里面 没有醒 这个学生不想意外地睡着懒觉 更意外的是 知道阳光明媚的时候 这个学生醒来后 就感到非常的举手 这个呢 真的太悲催 我想 迟早有一天 他会用疾病来教训 睡懒觉的大道理 也得真行大战的规律 在这个凡冷的冬天 我们不必为自己曾经睡过的懒觉 做自得 不必为自己饶夜睡懒觉而懊悔 也不必担心自己因喜欢睡懒觉而被嘲讽 更不能只责探合情合理 合乎自然规律的睡懒觉 一切合乎自然 一切顺从大自然的规律 这才是心和和身体的本身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的讲座感兴趣 请开启小铃铛 订阅 按赞 分享并留言 大家一起来探导 谢谢 再会 谢谢